吹风轻轻吹到你不准了我的心 在一时间改变我一生 晚上的五点半来了一位帅哥 他本来要买麻辣鸭头的 可惜已经卖完了 帅哥只好让我给他切点猪头肉 他说我顺势抄起一块 问他这块行不行 帅哥说可以 准备提刀就切 但是有点肥的先把肥的给剃掉 原来帅哥是经常去我们家 另外一个摊子上买菜的 由于家里面人手不够 那个摊子先暂时关闭了 大捞员呢跑到这里买菜 也是挺辛苦的 这时候猪头肉上餐一生 19块419块钱 帅哥主婦把猪头肉顺便给拌一下 顾客让我咋办 我就咋办 顾客的满意是我一直不变的追求 帅哥说了 他姑父特别喜欢过来买菜 原来帅哥就在我隔壁村子 这时候他又讲起了 他姑父叫什么名字 说名字肯定我不知道 但是见了人我肯定能认识 都在一个政治上面 每个月都会过来几次买菜 见多了肯定能够认识 你讲名字我肯定不知道 原来他弟弟在那边打篮球 少了一个人让他哥哥过去打比赛 他哥哥说了我在这边买菜 没空和你玩 你去搬去吧 他弟弟年龄还小 让帅哥给他弄个鸡腿打打牙剂 可惜我这里根本就没有鸡腿 这没有鸡腿 这有鸭腿 那鸭腿 那鸭腿也行啊 那就可以吗 他弟弟手一指 鸭腿也可以 这时候可以看到我猪头肉放的位置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看到后面你就会明白怎么回事 这时候再帮帅哥拿两个鸭腿 帅哥这时候准备开始结账 总共从老板娘那边买了28块钱的小菜 再加一份猪头肉 再加两个鸭腿 总共57元 就说帅哥55元 另外一个鸭腿不用剁 拿个袋子单独包起来 可能是玩球玩类了 现在先来个鸭腿 点个鸭腿 帅哥付完款 拎着袋子就走了 各位网友们有没有看到哪里不对 不知不觉你来到晚上的七点半 在美眉的广场舞音乐周 结束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 咕噜白我要回家手前了